吃了健康 轻食主义越来越受到欢迎 来碗凉面方便又可口 但是市售凉面真的健康吗 就用医院营养师教您自制低卡轻食的 乔麦凉面掌握低油 低盐 低糖 以及高鲜的原则 就能远离代谢症候群 健康跟着来 Q软的面条 淋上酱汁拌面 大口咬下去 香味四溢 简单的一碗凉面 让用餐更清爽 但实际上市面上经常卖的几种口味的凉面 热量到底多少 消费者恐怕没注意 大家的感觉 以为它的热量可能会比较低 其实也不尽然 像它有些调味料 其实里面是非常油腻的 然后也非常的咸 那这方面的热量都会比较高 实际来看 这一碗即时凉面 热量就有547大卡 而民众最常吃的原味麻酱凉面 热量也有510大卡 而韩式泡菜口味 热量也有415大卡 自售的凉面当中 其实它的凉面的热量 大概有500到700大卡 那其中又与麻酱口味的凉面 它的热量是非常的高的 除此之外 凉面里面的含辣量也不能忽视 所以我们一般可以吃到说 如果是一些串辣口味的一个凉面呢 它的含辣量有高达1700毫克 这个含辣量已经是每天的三分之二以上了 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的小心 所以的话说 另外凉面里面的话 它的可能青菜类 油脂类 其实青菜类相对的偏低 油脂相对的偏高 其实凉面也可以吃得很清爽 像是基隆医院营养师推出的 低卡乔麦凉面 利用了腰果 酱油及黑醋制成的健康凉面酱 再加上红萝卜 玉米笋 鸡丝及小黄瓜 不但兼顾了蔬菜类及肉鱼蛋类等均衡饮食 热量只有393大卡 选用的话就是腰果的一个芝麻酱 来取代一般四瘦的一个芝麻酱 那我们的腰果芝麻酱里面 其实完全不加任何一滴的烹调用油 全部都使用一些坚果种子类 这些都对于心脏方面会有一些保护的效果 所以我们整个低卡乔麦凉面 其实它的热量其实根本不到400大卡 热量相当的低的 而且是均衡 民众吃凉面不只能选择清爽口味 选择高鲜低卡的食材 才能够吃的健康 记者黄绍鸣采访报道